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0日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小段 香港的这个商人 著名商人李嘉诚 他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巨资的项目 叫做香港城 英国香港城这么个计划 被英国政府是批起来了 等于李嘉诚从香港离开之后 现在有一种倾向或者外界猜测 他要把香港的精华整个挪到英国去 而李嘉诚又是跟中国的这个 当权派有相当深厚渊源的 这么一个跨国商人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李嘉诚这个事情 将会给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而对他自己来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活 我知道站在中国国内的舆论角度来讲的话 对于香港是一面的指责 中国国内的舆论就没有说香港好的 而如果观众朋友们你们翻墙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国际上是统一的 大部分的 绝大多数的 都是说香港好的 跟中国国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你选择信谁的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就主要采用 国际上的这种声音 这种说法 目前整个国际上对于香港都是同情的 整个国际上都认为 香港是受到了迫害 所以像美国 澳大利亚英国都纷纷对香港 展开了救援 之前这个港版国安法其中里边有一条嘛 就说 说 如果你是在这些国家 是香港人 或者怎么样的 你犯了国安法 说了一些不当言论 我们可以通过香港这国安法 向世界这些国家 有一个算一个 全跟你们 递交 就是提交 引渡申请 我们之前有引渡协议 你得帮我把它抓了给我送回来 甚至说你都不用你抓 我们的人去了 给你抓了 抓了你让我们弄回来 就是走着引渡条款 现在 因为 就因为这个事情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两个国家已经率先 取消了 终止了 和中国的引渡条款 就是以后你甭来我这 这个抓犯人 我也不去你这抓犯人 咱用不上 那么这种中断引渡条例 在国际关系上 实际上 怎么说呢 相当明确的信号 就是双方的关系 受到了重大 国际关系 受到了重大的伤害 我不知道中国的高层 有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 所以在这个时候 李嘉诚突然跳出来 他的这个项目完成了 那么他这个项目完成之后 他就可以吸引香港 一些 有钱人 掌握资源的人 从香港 带着他们的钱 来到英国 那英国当然欢迎了 所以这事 为什么说是名利双收的 你看 一方面从名上说 他是香港人 他在英国 就是说民主自由的地方 对吧 给香港建了一个 香港城 就像美国的什么 中国城 韩国城 日本城 是吧 类似于这种 那对于香港人来说 这个什么 这个家伙他不忘本 他没有忘了老乡 这名声收的 港港 而从利益来说 也是这样 这些香港的精英 他但凡是对中国政府 有担心的 或者对他们自己的 资产不放心的 他们会 光是屁股出来吗 不会 他们会带着他们的身家 带着他们公司的资产 会往这边转移 而一个这个地上的这么一个聚集区 一个他作为房地产商 作为他们那样什么 合计黄埔是吧 那集团 合黄集团 他们所重要的就是前期的 钱怎么进来 他们是牵头都没有错 但是这个地方要繁荣 是需要大家把水汇进来 而香港这边等于是为他们 等于为他们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 地标也好 作为作为这种商业集群体吧 提供了充足的 非常非常充足的资金来源 而这个行为呢 同时等于又给中国政府 丢了一个大难题 你说你放不放香港人走 之前中国的哪个大使 放出话来说 中国不排除 禁止香港人自由 离开香港 说了话了 不排除 那么又在舆论上 国际舆论上引发一片轩然大波 你说你中国你禁止香港人带着钱 到英国去吧 你这无疑在国际上 按照中国的标准肯定是不算 但是按照国际标准 这个是对人权非常巨大 他的践踏 那么国际上 对于中国 那就更加的口诛笔伐 而且获得更多的民意 那么中国将来的路子 在国际上 就越来越难走 可是如果你放任这些香港人 带着钱走呢 是 香港本地还会剩下很多的大公司 有不走的 一定有很多人不走的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公司 站出来表态 我们不走 我们跟香港在一起 我们就是香港人 可实际上 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中国 中国回收香港之后 往香港 投了很多的钱 当然这是有政治目的 你说是管它叫掺水也好 你管它叫渗透也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中国往香港里面同样投入了很多钱 靠着这些资金运作建立 也建立了很多公司 从客户上来说 对于香港的繁荣 也确实造成了一定的贡献 所以这些公司 称这个称中国政府 称国安法是没问题的 他们有本身他们自己原本的立场 可是你要算这个账 这个钱 香港 这之前不是割让出去了 对吧 中共建政之后 49年 这到了97年 这才回来 等于就是说 这个香港 等于是你拿过来的 等于说是白来的 白来的时候 你算账的时候 你往里投了这些资本 这些资本不走 它是应该的 没准还要走的 对吧 咱先不说 就是这些钱不走是应该的 那么你额外的那些钱 才是你赚回来的 现在你要让这些赚的钱 他们在走 那你不等于是白白忙活吗 你搭了时间 搭了功夫 搭了精力 搭了资金 你什么都没剩啊 所以你这么算账 中共就是两难 走也不是 是不走也不是 两面难 而李嘉诚呢 则赚了一个 钵满盆满 之前这个习近平接任之后 据传说啊 李嘉诚 颠颠的跑到北京 跟习近平碰了一面 据说啊 江湖传闻 他跟习近平聊了一圈以后 回了香港 就卷铺该跑了 李嘉诚他不是说吗 说我有一名言说 我不挣最后一个铜板 你品着话里的味道 什么叫做最后一个铜板 所以当李嘉诚甩着掉 清除了香港的这些资产之后 把钱挪到英国之后 你发现 香港陆陆续续开始出事了 后来想跑的 一个都没跑了 就李嘉诚 全身而退 这老头是真的厉害 真的厉害 我以前 专门读过他的自传 读过他的这个生平 很厉害的一个商业 商业奇才 而且他很低调 他不像有些人一样 你比如像伊隆马斯克 天天搞事情 对吧 这个喜欢聚光灯 李嘉诚非常低调 但是你看他做事情 其实李嘉诚的做事情的风格 他组上也是中国大陆的 但是他做事情 非常有中国传统商人的那种 中正 平和 文 准 狠 所以呢 这个 有感兴趣的朋友 我推荐你们 去读一读李嘉诚的这个生平 或者去读一读中国这个领带的大亨 近历来的创始人 曾献子 他也是在香港发家的 他的这个成功性 你会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非常值得很多人学习 不要学有些人 好家伙什么事都没干的 天天咋唬 真正的了不起 不是自己说的 是别人 公认的 所以李嘉诚在这么高的年纪 思维仍然如此清晰 布局如此的准确 让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也默默的为这个老人家 按条大纸 罢了 真的是 所谓李超人 太强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 就给大家 解读到这里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他这个项目 后续 会怎样发展 我估计他这个项目 可能还会遇到风浪 因为中国政府 面对这个事情 一定会在中间 给他 给他小鞋穿 我们如何看待李嘉诚 他作为一个 等于是说 跟中共高层有私人情意 同时又把资金挪到英国 他等于是一个跨国的 这样一个大商人 他如何自处 从这当中 我们能品到 很多的东西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我们可以把目光 从什么大选 从这些 看似很暴力的新闻中 我们留一部分精力 我们来关注这些事情 我认为对我们的人生 对我们对于价值 对我们对于国际经济的一些把握 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 那这个小段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我们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欢迎订阅 %&%%&% management